11月23日,刘德华在华仔天地网站发布噩耗,透露父亲流离去世,亲爱的家人,父亲于20号在家人的陪伴下安详离开了,感恩。 为了悼念父亲,刘德华将网站设置为黑白色,粉丝纷纷安慰华仔节哀。 报导指,刘德华父亲已经入院一段时间,近日病情急转直下,华仔对此回应宪政处理他的身后事,谢谢大家关心。 刘德华没有透露父亲的年纪,而根据资料显示,刘理在1934年出生,享年89岁。 据了解,刘德华的父亲刘理,年轻时曾做过消防员,后来开了德盛士多小吃杂货店养家糊口,与妻子育有六名子女。 刘德华排行老四,有三个姐姐,一个妹妹及一个弟弟。 刘德华从小听话孝顺,成名后力所能及地照顾父母,因为父亲喜欢吃叉烧,曾豪制20万买华冬烧腊作为父亲的生日礼物。 后来在加多利山大宅安了家,接父母到宅内与妻女共用天伦之乐。 港媒报道指,刘理增在2003年不幸患上膀胱癌,后来到公立医院完成膀胱瘤割除手术病康复,抗癌成功至今多享福了20年,也算是有福之人。 刘德华当年经历父亲患癌,继而参与拍摄《童梦奇缘》诉说父子情。 另外,刘德华的兄弟姐妹的处境各不相同,大姐一直住公屋,三姐早年移民,妹妹是教师,弟弟最受刘德华照顾,资产上千万。 有传刘德华与大姐的关系不好,但其实刘德华最初出钱出力帮助家人,可惜大姐沉迷赌博,刘德华无力挽回,只能让其自力更生。 一直以来,刘德华都非常喜欢带父母参加粉丝见面会,但因为受伤及疫情,已经有五年时间没有再举办成功。 上一次举办见面会还是2018年6月,当时刘德华携父母、太太及女儿出席,也是刘里最后一次公开露面。 近年有关刘德华父母的新闻非常少,最近一次是2020年,刘德华父亲在香港荷文田买下一套3300万的豪宅,有传是首次置业,省下近千万的税款。 另外,刘德华女儿2020年12月传出入院检查心脏,当时被医生要求住院,有香港网友在医院看到刘德华的父母现身,陪着孙女做检查。 可见,刘里老爷子的身体近几年应该不错,突然去世令人感叹世事无常,也愿华仔节哀。 早在中学时期,刘德华就非常喜欢参加校内学校剧社的表演,还在老师杜国威的指导下学习了许多戏剧方面的知识。 步入社会后,他一直都想从事编剧的工作,奈何到处面试魏国,大家见他长相英俊,都建议他去学表演。 于是,1981年,20岁的刘德华过五官展六将,考入第十七无线电视议员训练班。 次年以甲级成绩,从议员训练班毕业后正式签约PVB,由此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。 那会,初出茅庐的他只能跑跑龙套,片酬估计不高,暂且忽略不计。 据说,刘德华在饰演周润发的保镖时,担心自己个头比对方矮,气场太弱,会影响呈现效果,便提前准备了三公分高的鞋子。 虽然到现场,莫走几步路就摔倒了,但这股认真劲反倒打动了周润发。 在发歌的推荐和鼓励下,刘德华成功出演了《投奔怒海》的男一号,并不负所望,获得了金像奖最佳新人提名。 紧接着,他又凭借金庸武侠剧《神雕侠旅》中杨过一角,俘获了一众粉丝,还与黄日华、梁朝伟以及苗乔伟和汤振业组成了无限五虎将。 这之后,刘德华爆红,身家自然水涨船高。 到了1990年以后,古装戏势头渐渐没落,他便将自己的事业重心放在了电影方面。 五年时间,就拍了48部影片,赚了4800万。 别看他演艺生涯大红大紫,做生意的运气实在太过差强人意。 早前,刘德华因不愿续五年合约遭TVB血藏400天,付出后他便决定自立门户,将工作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。 先是在1988年与朋友成立新乐公司,后又于1991年创立天幕电影公司。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,他投资的戏,除了91版《神雕侠侣》收获2000万港币票房以外, 其他包括吴三桂与陈元元以及《战神传说》在内的多部电影全都亏得一塌糊涂。 到1995年,公司亏损额更是高达4500万港币。 从开公司的各处花销到后期经营失利,他几乎将之前赚的钱全部赔了金光。 所以,1995年至2000年,刘德华都在疯狂拍戏还债。 我几年拍了几十部戏,很多都是大烂片,因为我要还债。 粗略计算,这期间,他拍摄了纪20部电影。 按照网传的1000万港元片酬计算,收入约为2亿。 因而到了千禧年,他将债款全部还清后,就又与中建电讯创始人麦绍棠合作,重组了天幕电影公司。 谁承想,由于两人经营理念不合,2002年甚至对不公堂。 虽然双方最终做出了和解,但刘德华与天幕的情缘还是就此走到尽头。 现儿,弯路走多了,自然也就走到终点了。 有过前两次的失败经验,刘德华的投资眼光变得更加精准。 同年,他开始了自己人生的第三次创业,成立应益娱乐有限公司。 终于,功夫不负有新人。 公司投拍的第一部电影《再说一次我爱你》就超乎预期,获得1142万元的票房。 到了2005年,刘德华又开始启动亚洲新星岛计划,扶持新人导演。 其中,宁浩的《疯狂的石头》以300万成本拿下2500万票房的传奇。 刘德华从中获得大约8倍投资收益。 他在音乐方面的成就,同样不可小觑。 作为亚洲四大天王之一,刘德华自1985年进军乐坛后, 先后发行过《笨小孩》、《恭喜发财》等超过70部专辑。 从2000至今,他更是举办了150余场演唱会,按照每场280万计算,收入至少4个亿。 另外,刘德华还有汽车以及家居等稳定的广告代言收入,想必靠这些每年也能赚个几千万。 而刘德华现在居住的加多利山别墅,当时购入价就高达2亿。 网上还有消息称,他在香港、新加坡、加拿大和美国等地共有50处房产。 难怪他在做客康熙来了时,会说自己从来不担心钱会花完这件事。 话虽如此,刘德华的钱可并非只给自己花。 从初到开始,他每年花费在公益事业的上款,就占了收入近一半。 1991年那会,刘德华刚在娱乐圈展露头角,片酬并不高,就直接在华东地区发生水灾之际捐款500万。 三年后,他还专门成立了刘德华慈善基金会,帮助贫困儿童以及伤残人士。 参加由中国香港演艺界发起爱心无国界会演时,华仔一时捐出了1200万。 到了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,他又捐款10万,并且还一拍了奥运火炬,将拍得的190万元全部用于四川地震灾区教育事业。 之后,玉树发生地震,刘德华仍旧是第一时间伸出援手,为灾区筹得捐款3506万港元。 在圈内,他照样是出了名的大善人。 按理说,对待外人这般无私,对待家人只会更加体贴。 但网上却一直流传着刘德华不愿接济大姐,任其穷困潦倒的消息。 旁人都说许是他名气太大,忘了本分,可实际上,刘德华赚钱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馈家人。 他为父母安置房屋,雇佣保姆和保镖,还带着弟弟刘德盛一起开设制作公司,并合伙投资物业。 但是2008年出手的加多利商物业就近赚约4649万元人民币。 多年下来,弟弟的身价保守估计也过亿。 至于大姐,起初,刘德华不仅给对方买豪车豪宅,选每个月给他足够的生活费。 只要在自己力所能及范围之内,他都尽量满足大姐的一切要求。 可谁料,久而久之,大姐竟将刘德华的所有付出是为理所当然,对外界说, 弟弟从小是我照顾的,现在轮到他养着我了。 他辞掉工作,无所事事也罢,居然还沉迷赌博屡教不改。 后来甚至以刘德华名义犯售假的演出门票。 也正是这件事触及了刘德华的底线,在公开向粉丝道歉,退还歌迷们所有的钱后, 便当场宣布断绝姐弟关系。 但即便这样,大姐依旧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,反倒觉得弟弟无情。 面对记者采访时,他充满怨气,我们二十年多年末见面,就当他已经不在了。 刘德华听完后,潸然泪下,但还是坚定地表示,绝不能帮他。 他很清楚,自己继续给姐姐钱,不能帮到他,反而只会害他走向不归路。 如今,在外人看来,已经名利双收的刘德华理应处于无欲无求的状态, 但他却一直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,似乎仍是对现状不满。 事实上,他并非还有宏图大志未完成,而是实在舍不得大家。 总之,希望他能够继续做娱乐圈的长青树,越来越好。